那書裡有一句話 如果你給我的 跟你給別人的 是一樣的 那我就不要了 哈囉各位L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透過一部新的作品 讓觀眾又重新認識我一次 我覺得很 就是對我來講 是一種肯定 其實更開心的是 就是現在有很多人 願意又重新回到戲院 去看各種類型的電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我覺得我高中的時候 比較像阿翰 然後現在比較像Birdy 對 我現在對於感情 不管是友情 愛情或是親情 就是我自己會比較深思熟慮一點 對 然後我也比較願意跟 跟家人坦承我自己的一些 現在工作上的壓力以及 感情上的 或者是跟別人之間交流的東西 我比較敢去表現出來 三毛那一句話 就是如果你給我的跟你給別人的是一樣的 那我就不要了 對 因為我覺得那句話 充分表達 對愛情 就是兩個人在愛情裡面的佔猶豫 我覺得 那是只有愛情才會存在的東西 等兩個人互相喜歡對方的時候 才會出現的一個感覺 我印象深刻的一場戲 一直都是阿翰在家裡的那場衝突戲 對 跟家人的那場衝突戲 因為我覺得那場戲是 我沒有去預設我待會兒的情緒 或是怎樣表現出來 然後就好像其實 當你遇到一件很難過的事情 你要哭出來的時候 你是不會知道你是要哭的 那種感覺 就是很當下的一個感受 我看到了阿翰 然後就覺得 有一種愧疚感就出來 因為在前面的劇情裡面 在拍的前幾天 那些場次裡面 我對他做的那些事情 我覺得很抱歉 對 所以 那場戲我覺得蠻精彩的 很意外 因為就是 既然會有這種劇本 然後想要找我去演出 意外的當下 其實我覺得非常有挑戰性 因為 我在接到這個角色之後 就馬上去 搜集了一些資料 對 我還蠻想演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在我的生活中 我比較少去接觸 對於電影藝術來講 其實我覺得 這個角色 會讓我看到更多 我電影藝術上面的一些 我還沒有接觸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我很想去試試看 其實跟他合作很開心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認真 然後非常努力的演員 在表演上面 我們都把很多當下的情緒 一次性的 第一次就很爆發性的給對方 所以當下撞集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對我們兩個來說 對我們兩個角色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呈現 有一場他幫我在泳池旁邊剪頭髮 那個剪掉還蠻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那畫面蠻可愛的 還有一場我從 我從浴室裡面 然後把那個學弟救出來之後 我非常喜歡我帶著他走那個背影 可是好像那場戲太長 後面就剪掉了 我覺得金馬隊我的意義是 你可以在這個頒獎典禮上面 看到很多演員 還有一些很厲害的工作人員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 頒獎典禮上面被肯定 不管是攝影師還是導演 還是幕後工作人員 演員 那是一個成就感 然後也是一個自我認同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其實是 最佳貢獻上 我覺得那個非常有意義 有很多幕後的場務組的大哥 或者是反正在幕後 沒有機會上台 沒有那個獎項的人 我覺得劇組人員那種辛苦 真的只有我們在劇組裡面 待過的人才知道 我近期遇到的 我覺得最厲害的應該是那個吧 柯淑遠 對 我覺得他的內心戲很強大 就是他的氣場很強 你在現場遇到他的時候 你會看著他的眼睛 你會覺得非常有情感 我非常想跟鄭友杰導演合作 對 然後因為他自己本身好像以前也是一個演員 蠻想跟他玩一些表演上面的東西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 可以讓你想起一些青春的回憶 你去愛人的方式 以及你跟家庭之間 你跟家人之間的交流 這三個看點 我覺得是 我最喜歡這部片的原因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個專訪的話 記得去訂閱 L的YouTube 以及 點擊下方專訪報導 我們會看到 時間靜止 想念才不會變得消耻 如果有下次 我會再愛一次 一次